传统市场才一开市 这家云吞面馆的客人就络绎不绝 老板煮面的双手 一直到接近中午都没停下来 我从小十五四岁的时候开始去做 做到那时候是卖荤的 开始卖素食 2011年1月1号 会有转卖素食的念头 是因为家人接触了慈祭 为了推广如素 七年多来 他一份面始终卖马币两块钱 以前做素食的时候也是很困难的 整年都身体都很差 也是转转换换换 陆陆续续换了几次 现在比较有一点成绩罢了 素食面馆的生意渐有起色后 老板的儿子也从2015年 开始使用静子面 他的面呢 用的东西都是比较original的 他面会比较像spaghetti 会比较肥 所以呢我们刚开始煮的时候 会很多人会吃的会觉得 太滑还是不习惯 那现在呢 基本上我都已经可以把它煮 跟云吞面没什么两样了 只要你不要去想着有那个混的味道 你吃素的也会觉得很好吃 同样也可以做的比混的还更加好吃 最近为了让更多年轻人接受素食 店家还研发了素食激励 人一刚开始还没吃素的时候 口味比较重 很多年轻人不接受素食 是因为觉得素食没有东西好吃的 这种包装是希望 让很多年轻人还是家庭主妇 他方便回去 就是一剪开就可以炸了 最后有一餐可以吃 把对环境和生命的疼惜 化作浓浓的爱 融入料理 影响更多人享受素食的美味 大约新闻梁颖千 卢靖阳 马来西亚报道